受闪电台风的影响 气象局预估台东地区沿海出现强阵风还有长浪 海巡人员也针对台东的暗计进行巡逻和劝导 台东县政府也发出了划定管制区 呼吁民众不要进入管制区而围则将予以重罚 受到今年20号台风闪电的影响 台东沿海地区路线出现有长浪以及阵雨迹象 海巡队人员自午日起便在台东暗计进行劝导 要求观浪民众远离海边以侧安全 另外台东县政府也已经公布管制区 管制范围分别有向阳以及大午山区 各河川溪流水域、长滨至大午纪蓝雨 绿岛沿线之海岸、渔港等地区 并从五日晚间9点时便开始生效 敬请宪明切勿闯入管制区 违反规定者将依法举发 处罚5万元以上、25万元以下罚款 敬请民众多加注意 记者陈济玲台东综合报道